宜蘭縣政府在縣府大廳舉辦宜蘭縣職場安全週 宜蘭台化安慰家族成立記者會 邀請了三名國小太古隊帶來精彩震撼的表演 縣長林芝廟以及多位縣議員也親臨出席記者會 建政台灣化學纖維公司農德廠 作為安慰家族核心企業 以大廠帶小廠的方式協助24家中小事業單位 提升安全衛生管理水準改善工作環境 希望藉此來改善勞工職場安全衛生 加強宣導職場防災的重要 5月1號就是勞動節 台化公司是一個非常優質的公司 非常的有制度 今天就是安慰我們的安全衛生健康的重視成立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的團體合作 勞工是經濟發展的嚴重力 他們的職業安全非常的重要 他們的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感謝台化公司能夠制度把它做好 讓我們的這些勞工朋友們在工作的時候 非常的安全有保障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有這個大廠牽小廠 有24家的廠商一起跟進 我們希望職業的安全能夠帶動經濟繁榮 然後也製造了幸福的家庭 會中憲戰府以及台化龍德廠也協同24家企業負責人 共同簽下安慰公約 共同宣示以遵守安慰法規 善盡企業責任 降低職災發生以及營造友善工作環境 實踐勞動尊嚴 而現場並且展示了高處作業 使用核梯以及安全工作平台梯的示範 期望能夠降低高處作業人員在使用核梯 而造成墜落的災害發生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銘採訪報導